大家好,杨旭游记,这是小飞儿,这是老二萌萌,老大今天上学去了 北京的春天也来了,温度很合适 所以今天来工人员里转一转 上一个视频当中我说的是给那辆房车要换一辆越野的摩托车 不曾想整个视频大家关注的焦点是这个,是这辆助力的自行车 不少朋友问了一些问题 今天我想就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辆车吧 因为我已经用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对他有一些了解了 小飞儿,萌萌,你能照顾好小飞儿吗 那我把他交给你,你去带他出去玩去,好吧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主要说两块内容啊 一是说他,二是说一下我房车除了配他之外 为什么还要配辆摩托车 咱们先说他啊,看一下整体的外观和颜值 有没有发现我在选择一些装备的时候 还是挺重视这个外观的 对,看着他实际上外观我是十分喜欢的啊 这就像一个普通的自行车 有没有发现电池在哪儿了呢 大家猜一猜 电池啊,就是在座位底下,这么一个长柱形的电池 这个电池呢可以拿下来,然后进行充电 也可以直接插上,然后这么来充电 这是他的外观了 第二块,说一下他的功能吧 三块的功能 依次的跟大家讲啊 第一块,普通的一个自行车的功能 可以直接来骑,没问题的 我骑起来感觉就像一辆普通自行车啊 并不因为他是电动车 然后就感觉没有这个感觉的 同时后边 他有七档的一个变速 第二块,他的核心 助力功能 那我开着车了 这有个总开关 然后打开这个前边的控制面板 现在我调的是三档的助力 助力是一个 什么的概念 什么怎么来解释呢 就相当于你在骑自行车的时候 有人在后边推你 不同的三个档位 不同的力量在推你 这么一个 一个感觉 但是你还得是必须得骑着这个车 第三块就是 咱们大家都知道的电动车的一个功能 你就不需要骑了 直接这个按钮 一按 他就会 像一个电动的自行车一样 然后这么来 行走了 这是我要跟大家说的他的第二块 功能方面 第三块咱们说一下他的折叠吧 对他的折叠也是他的一个 一个自己的特色 很简单啊 你看这个东西 这么一掰 然后呢 这有一个安全 钮 打开 然后这个东西 一往下一按 这就完事了 这个东西就可以折下来 然后这一面呢 看一下啊 对 就可以这么来折下来 就变成了这么一个效果了 来 等会儿啊 你帮我扶着一下 大家看一下现在这个效果呢 塞进我房车肯定是没有问题啊 放进 小车的后备箱 也是没有问题的 小飞儿你来了 捣乱来了 对不对 啊 就是这么一个折叠效果 好给他在组装上 咱们再说说他的续航和一些其他的基本参数 蒙蒙带着飞儿跑 我追你们 现在呢我正在骑着这个 助力的车 然后追着蒙蒙和飞儿 呵跑得挺快呀 我现在就是没有开着助力模式 而直接的 干骑这辆自行车 因为开了助力模式就会比较快了 他在开启助力模式以后呢 基本上可以立他那宣传理论说是可以达到100公里的一个续航啊 实际咱们还是没有具体测试到他能跑多少 但是我给你们开开这个看一下 这是我用了一周左右 然后我一开始就是充了一次电 现在电能源还是满格的 基本上我 切了得有个 七八次了吧 偶尔他这个会小一个 所以电量我觉得 够用 咱们家用绝对是没有问题了 走 我们继续出发 就是这么一辆车 一会儿到一个安静地我再跟大家说说 他的一些稍微我觉得不太好的一些地方 出来的时候相机没有补电 没有电了 手机来拍一下 说一下我觉得这辆车可以改善的一些方面 第一块呢 这个座椅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很多外观设计起来 比较不错的车 这个座椅啊 就是坐起来就是坐起来不是那么的太舒适 包括我上一辆那辆山地走是一样的啊 尤其是 尤其对于男士 大家都懂的我不具体多讲了 第二块 这个 自行轻车的这个车架 你看到这个脚灯 当它在旋转的过程当中 就会和这个车架打架 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况 在静止的状态啊 当然了 在这种运动的状态 骑行的状态 被它合起来了嘛 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你说要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自行车啊 我都不会说这一点 但是这辆车 我觉得它的整体的一个质速 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觉得把这一点如果完善了 那就更加的完美了 谈到这个整体的质速 简单的总结两句 第一个 它这个设计感 刚才说过了 第二个 用料 用料 咱们就说说这个重量 轻轻一抬就可以抬起了啊 跟我上一辆车应该重量差不多 好像是189公斤这个样子吧 但是它可是带着电池了啊 带着这个电池了 再说一下它的一个做工 拿这个来举个例子啊 你看这个 这叫 折叠的这个这个部位 它首先有一个安全法 你打开 然后呢 才能把这个比较厚实的这个扳手 才能扳出来 看看这个 做工 包括这儿 用料也是很到位啊 走线 走线还不是用的那种卡子 它都是 哎 这么这么一种感觉 卡子有时候容易掉 所以呢 这辆车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用了一周以后 大概的一个使用体验 跟大家说一下 上一辆车 好像价格是山地自动车 好像价格是一千 一千六七百吧 具体我忘记了 整体素质就不错 那这辆车 我觉得整体的一个素质 要高于上一辆车 而且它的一个 助力功能 电动功能 还多了一些功能 对不对 这就是这辆车的情况 但是价格也在这摆着了 三千多块钱 然后品牌叫做飞道 型号是第11 就这么一情况 大闺女 草莓也被她妈借回来了 来 草莓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 我是草莓 萌萌 我是萌萌 好 小飞儿 你不打声招呼吗 大家好 我是萌萌 对不对 大家好 我是小飞儿 对 我是飞儿 不是萌萌 我给大家拍一下这个 草莓 给大家看一下 它有一个小牌了 有一个免疫牌了 这可以去一些地方了 有些地方是查这个东西 又变成土狗了 昨天刚洗过的澡 肯定又打滚了 对不对 再玩一会儿 然后回到房车 房车就停公园旁边了 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配了这么一个车 还配摩托车 什么意思想法 我是说回房车这拿点东西 顺便再拍张主图 就发现门这 加了一张纸条 给大家看一下 大体意思就是杨旭 你好 支持你 我是你的粉丝 到你房车这 发现你没在 希望能取得联系 一起聊一聊 这些是联系方式姓名 非常感谢这些 支持杨旭的这些朋友们 无论说现实当中来看杨旭 或者说网络当中 点一次赞 评论一次 哪怕就是单单一次阅读 都是对我的一个支持 都让我觉得心里特别的暖 谢谢大家 这个话题放在一边 欢迎刚才的话题 为什么我有了助力车 以后呢 还要买一辆越野的摩托车 挂在车后边 其实一辆助力的这种电动车呢 能满足我八九十的一个使用场景了 但是当我想要去到一些偏远的地方的时候 走一些林道 草路 或者说一些杀路的时候 那越野摩托就能起到它的一个作用 能带我去更远的一个地方 这是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呢 我开房车实际上还没有经历过正经八百的夏天 环境很热的环境 那这个空调 配合这个15度电 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需不需要到时候加装一个发电机 那如果需要一个发电机的话 加油就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之前的一个经验的话 是去十个加油站 可能只有一个加油站 能给你这个发电机来加油 那有了摩托车以后 可以进行导游 操作就非常的便捷了 这是两点的一个原因 当然这是一套方案 另外一套方案呢 就是既不要这辆助力车 也不要这个摩托车 而是只换一个踏板的小摩托挂在后边 就是可能就抛弃那个越野的一个路面了 这是两套的一个方案 我还在思考当中 大家如果有一些什么建议的话 也可以告诉我 谢谢大家了 今天的视频呢 也基本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就这样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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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